孩子眼儿 走啦 孩子说 奶奶 我有个伯伯多好了 孩子说 我有个伯伯多好了 老师来教了 奶奶 我要有个嬷嬷多好了 孩子也瞧着没有教嬷嬷 孩子说 奶奶 我就没有个嬷嬷 孩子眼儿 走啦 我要有个伯伯多好了 我说 你又抓到什么就了 不哭 不哭 我说 你看牙齐 你等着抱抱抱抱抱 看你 可稀罕了 孩子说 你哭什么 就笑着 有个伯伯 又不敢哭 就笑着过来 就是 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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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了 你哪个扯过来吧 这还快跑 有个严肯 抓一扯就不敢吊 没事 抓住 抓住 这还得严肯 爹娘们也得动了 这还得还跑 这还得就行 所以就倒了 这个时候 我们才意识到 原来我们对男孩 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帮助 他所欠缺的 不只是一些物资和助学金 还有爱和陪伴 这一天是2019年12月3号 也是我们决定 摒弃传统助人方式的一天 而我们对杨奶奶的小男孩 一家的助梦计划 就在今天正式启航